娱乐圈最近可是瓜田迭起,这不,我们的高颜值小鲜肉王兴月在接受采访时居然罕见害羞了。 事情的起因是记者当场逼问他的感情状态,小哥哥直接在戏里戏外都给了个铁锤糖,真是让大家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 事情是这么开始的,王兴月在某活动现场接受采访,一开始气氛轻松愉快, 他也是侃侃而谈,聊起心戏,聊起生活,气氛相当和谐,突然,记者一个话锋一转,直接了当地问他,你现在的感情状态是怎样的? 当时网友们直接弹幕炸了。 大家纷纷表示,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得妙。 面对这个死亡提问,王兴月罕见地露出了害羞的表情,他支吾了几秒,结果大大方方地笑着说,其实,在戏中就是在谈了。 网友们一听都不淡定了,纷纷直呼,什么?还有这种操作?这堂粪,成不起我呀。 更让大家兴奋地来了,紧接着,另一个记者直接抛出了终极追问,这位戏中人,是不是我们熟悉的吴锦言呢? 王兴月愣了一下,笑容凝固,那一刻的真实反应简直太可爱了,脸都秀红了。 他连忙补充道,大家别误会,我是说在戏中角色们的感情戏。 虽然他极力澄清,但吃瓜网友们可不买账,纷纷弹幕刷屏,脸红心跳,这铁锤堂真像。 事情一出,社交媒体立刻热闹了起来,甜蜜的讨论几乎霸占了各大热搜榜单。 王兴月害羞反应瞬间成了热搜关键词,大家纷纷表示,这波狗粮洒得猝不及防,哥哥太可爱了吧,真实反应萌出血, 甚至还有人脑洞大开,开始剪辑王兴月和吴锦岩的同框名场面。 视频一经发出,转发量和点赞量直线上升,就连王兴月的粉丝后援团也坐不住了。 各种表情包,携拔子脸梗层出不穷,还有人调侃,王兴月,你这含糖量超标了,别怪我们痴撑。 有的粉丝更是脑洞大开,把现场的照片辟成了各种搞笑图片,纷纷表示要把这一刻封印在美好的记忆里, 还有另一些网友则好奇,难道是新系的宣传套路? 毕竟娱乐圈的套路深,大家都是火眼金睛的侦探迷,但无论怎样,这次偶像失态的小插曲。 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欢乐,也让王兴月展示了她可爱,有趣的一面,感觉更接地气了。 除了感情状态的深巴,这次活动的其他内容也是看点十足。 王兴月谈起她在新系中的角色时,透露了许多幕后的小故事, 她提到自己在片场和吴锦妍的合作非常愉快,称赞她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 还透露两人在拍一场重头戏时。 NJ了十几次才完成,但每次吴锦妍都会很有耐心地给她鼓励,让她觉得非常暖心。 这下战火又蔓延到了吴锦妍身上,网友们直接高呼真秀恩爱现场。 当记者问到拍戏的去世时,王兴月大笑着提到了,一次她因为太过投入, 竟然在一场戏中摔了一跤,全场工作人员都笑翻了,她自己则是尴尬的一批。 这些可爱的描述,不仅让人觉得王兴月非常真实,也让粉丝们叹息, 这就是我们的兴月,好惨一难的,心疼。 值得一提的是,王兴月在采访的最后提到了她对未来的展望, 她说,无论戏里戏外,我都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多正能量的角色和作品,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能感受到爱情、友情和勇气的力量。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颗顶流小奶狗真的是人间珍宝。 总之,这次采访不仅揭开了王兴月的一些神秘面纱, 也通过那些有趣的互动和真实的反应,让大家看到了她可爱真实的一面, 未来的她,会在娱乐圈打造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而我们也期待着她能带来更多精彩。 更多感动,王兴月,你在我们的心中就是漫天星辰般璀璨, 希望你能永远保持这份真挚和可爱,继续闪耀在大家的眼前, 期待敬请锁定,拭目以待下一步大作上线。 随着这次采访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 王兴月和吴锦岩的系外化学反应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一时之间,网友们的讨论热情高涨, 而王兴月的圆脸表情包更是成了人人争相使用的宠儿。 这边,粉丝们高喊着KCP也要保持理智, 那边王兴月的工作人员已经快要被各种评论。 私信淹没,什么时候公开? 下一步合作的具有木有? 请告诉我她现在单身谢天谢地。 面对热情满满的粉丝们,工作人员只能无奈表示, 大家稍安勿躁,兴月的感情生活还是保密状态, 不过你们的支持她一定感受到了。 与此同时, 王兴月和吴景岩一起参加的其他综艺节目片段也被翻了出来, 网友们这回是彻底进入了福尔摩斯模式, 某个综艺节目里, 王兴月在游戏环节不小心把吴景岩带倒, 两人倒地的瞬间, 他立刻护住她, 还不断道歉, 这波护花使者的戏码被重新剪辑出来后, 引发了新一轮的热议, 这是什么神仙细节? 我怎么当时没看出来? 某个网友评论道, 还有人脑洞大开, 看看这专注的眼神, 磕到了磕到了。 弹幕区简直成了大型磕糖现场, 这是用显微镜也能磕出糖的程度。 大家纷纷表示, 当然, 也有网友调皮地用了时下流行的绝绝子梗, 这不是绝绝子的操作吗? 这狗粮一级棒。 不止如此, 热心的网友们还把两人在其他活动中的互动挤紧, 制作成了超温馨的视频, 上线后, 就立刻刷爆了无数粉丝的朋友圈, 真情实感的磕糖, 真是太幸福了。 粉丝们一边评论一边转发, 几乎每个角落都能听到, 大家对这对荧幕情侣的热议, 实际上, 这样的热情和关注, 并没有让王兴月和吴锦岩感到压力。 相反, 他们对这种热情表现得非常感谢, 在一次粉丝见面会上, 王兴月透露道, 真没想到大家这么关注我们的互动, 其实这也证明了, 我们的合作得到了认可, 谢谢你们的支持。 吴锦岩也甜美地补充说, 对啊, 大家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会更加努力的。 两人还在现场玩起了时下最火的小程序游戏, 王兴月不小心操作失误书了, 吴锦岩还调侃了几句, 引来现场阵阵笑声, 这一幕又被粉丝们捕捉到, 纷纷感慨, 真, 打情骂撬现场。 随着新剧的热播, 这对荧幕情侣的热度居高不下, 尤其是在剧情逐渐展开后, 观众们被两人高田的互动和精彩的演技深深吸引, 剧里剧外都在霸占各大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单, 这部剧也因此成为了年度现象级作品, 影视圈的评论家们对于王兴月和吴锦岩的评价也非常高。 不少人厚积勃发地表示, 两人的默契和真挚的表演为角色赋予了生命, 让人感同身受, 尤其是在某些情感戏份中, 王兴月和吴锦岩的细腻演技更是让无数观众累奔, 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 为了回馈粉丝们的支持, 王兴月和吴锦岩还特意录制了一段小视频, 分享了拍摄中的趣事和暖心瞬间, 他们笑说, 拍摄过程中最难的不是台词而是忍住笑场。 吴锦岩还透露, 有一次王兴月在一个重要镜头前因为太紧张, 结果一开口就说错了台词。 全场笑成一片, 随着视频的发布, 粉丝们不仅觉得心满意足, 还纷纷在评论区刷屏表达感谢, 你们太宠粉了, 这样的偶像值得拥有, 期待更多的幕后花絮, 真的超喜欢你们。 而在接下来的各大颁奖典礼上, 两人也将继续携手登台,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无论是单人奖项还是合作奖项, 都被广大观众所看好, 随着各类活动的增加, 他们的友谊和合作只会更加坚固, 期待两人能够继续创造更多的辉煌时刻。 最后, 借用粉丝们的热情祝福, 愿这对精彩的荧幕搭档永远甜甜蜜蜜, 距里距外都能幸福满满。 在未来的日子里, 让我们一同期待王兴月和吴锦岩 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娱乐圈最近可是瓜田迭起, 这部我们的高颜值小鲜肉王兴月 在接受采访时居然罕见害羞了, 事情的起因是记者当场逼问她的感情状态, 小哥哥直接在戏里戏外都给了个铁锤糖, 真是让大家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 事情是这么开始的, 王兴月在某活动现场接受采访, 一开始气氛轻松愉快, 他也是侃侃而谈, 聊起新戏, 聊起生活, 气氛相当和谐, 突然, 记者一个话锋一转, 直接了当地问他, 你现在的感情状态是怎样的? 当时网友们直接弹幕炸了, 大家纷纷表示, 这个问题问得好, 问得妙。 面对这个死亡提问, 王兴月罕见地露出了害羞的表情, 他支吾了几秒, 结果大大方方地笑着说, 其实, 在戏中就是在谈了。 网友们一听都不淡定了, 纷纷直呼, 什么? 还有这种操作? 这堂份, 成不起我呀。 更让大家兴奋地来了, 紧接着, 另一个记者直接抛出了终极追问, 这位戏中人, 是不是我们熟悉的吴锦言呢? 王兴月愣了一下, 笑容凝固, 那一刻的真实反应, 简直太可爱了。 脸都秀红了。 他连忙补充道, 大家别误会, 我是说, 在戏中角色们的感情戏。 虽然他极力澄清, 但吃瓜网友们可不买账, 纷纷弹幕刷屏, 脸红心跳, 这铁锤堂真像。 事情一出, 社交媒体立刻热闹了起来, 甜蜜的讨论几乎霸占了各大热搜榜单, 王兴月害羞反应瞬间成了热搜关键词, 大家纷纷表示, 这波狗粮撒得猝不及防, 哥哥太可爱了吧, 真实反应萌出血, 甚至还有人脑洞大开, 开始剪辑王兴月和吴锦言的同框名场面。 视频一经发出, 转发量和点赞量直线上升, 就连王兴月的粉丝后援团 也坐不住了, 各种表情包, 鞋拔子脸梗层出不穷, 还有人调侃, 王兴月, 你这含糖量超标了, 别怪我们痴撑。 有的粉丝更是脑洞大开, 把现场的照片辟成了各种搞笑图片, 纷纷表示, 要把这一刻封印在美好的记忆里, 还有另一些网友则好奇, 难道是新细的宣传套路? 毕竟娱乐圈的套路深, 大家都是火眼金睛的侦探迷, 但无论怎样, 这次偶像失态的小插曲, 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欢乐, 也让王兴月展示了她可爱, 有趣的一面, 感觉更接地气了, 除了感情状态的身巴, 这次活动的其他内容也是看点十足, 王兴月谈起她在新戏中的角色时, 透露了许多幕后的小故事, 她提到自己在片场和吴锦岩的合作非常愉快, 称赞她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 还透露两人在拍一场重头戏时, NG了十几次才完成, 但每次吴锦岩都会很有耐心地给她鼓励, 让她觉得非常暖心, 这下战火又蔓延到了吴锦岩身上, 网友们直接高呼真秀恩爱现场, 当记者问到拍戏的去世时, 王兴月大笑着提到了, 一次她因为太过投入, 竟然在一场戏中摔了一跤, 全场工作人员都笑翻了, 她自己则是尴尬的一批, 这些可爱的描述, 不仅让人觉得王兴月非常真实, 也让粉丝们叹息, 这就是我们的兴月, 好惨一难的, 心疼, 值得一提的是, 王兴月在采访的最后, 提到了她对未来的展望, 她说, 无论戏里戏外, 我都希望能带给大家, 更多正能量的角色和作品,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大家能感受到爱情, 友情和勇气的力量,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颗顶流小奶狗, 真的是人间珍宝, 总之, 这次采访, 不仅揭开了王兴月的一些神秘面纱, 也通过那些有趣的互动, 和真实的反应, 让大家看到了, 她可爱真实的一面, 未来的她, 会在娱乐圈, 打造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而我们也期待着, 她能带来更多精彩, 更多感动, 王兴月, 你在我们的心中, 就是漫天星辰般璀璨, 希望你能永远保持这份真挚和可爱, 继续闪耀在大家的眼前, 期待敬请锁定, 拭目以待, 下一步大作上线, 随着这次采访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爆红, 王兴月和吴锦岩的戏外化学反应, 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一时之间, 网友们的讨论热情高涨, 而王兴月的圆脸表情包, 更是成了人人争相使用的宠儿, 这边, 粉丝们高喊着柯CP, 也要保持理智, 那边王兴月的工作人员, 已经快要被各种评论, 私信淹没, 什么时候公开? 下一步合作的剧有木有, 请告诉我他现在单身谢天谢地, 面对热情满满的粉丝们, 工作人员只能无奈表示, 大家稍安勿躁, 兴月的感情生活还是保密状态, 不过你们的支持他一定感受到了, 与此同时, 王兴月和吴锦岩一起参加的其他综艺节目片段, 也被翻了出来, 网友们这回事彻底进入了福尔摩斯模式, 某个综艺节目里, 王兴月在游戏环节不小心把吴锦岩带倒, 两人倒地的瞬间, 他立刻护住他, 还不断道歉, 这波护花使者的戏码被重新剪辑出来后, 引发了新一轮的热议, 这是什么神仙细节? 我怎么当时没看出来? 某个网友评论道, 还有人脑洞大开, 看看这专注的眼神, 磕到了磕到了, 弹幕区简直成了大型磕糖现场, 这是用显微镜也能磕出糖的程度, 大家纷纷表示, 当然, 也有网友调皮的用了时下流行的绝绝子梗, 这不是绝绝子的操作吗? 这狗粮一级棒! 不止如此, 热心的网友们还把两人在其他活动中的互动挤紧, 制作成了超温馨的视频, 上线后, 就立刻刷爆了无数粉丝的朋友圈, 真情实感的磕糖, 真是太幸福了! 粉丝们一边评论一边转发, 几乎每个角落都能听到, 大家对这对荧幕情侣的热议, 实际上, 这样的热情和关注, 并没有让王兴月和吴锦岩感到压力, 相反, 他们对这种热情表现得非常感谢, 在一次粉丝见面会上, 王兴月透露道, 真没想到大家这么关注我们的互动, 其实这也证明了, 我们的合作得到了认可, 谢谢你们的支持! 吴锦岩也甜美地补充说, 对啊, 大家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会更加努力的! 两人还在现场玩起了时下最火的小程序游戏, 王兴月不小心操作失误书了, 吴锦岩还调侃了几句, 引来现场阵阵笑声, 这一幕又被粉丝们捕捉到, 纷纷感慨, 真, 打情骂撬现场! 随着风华绝代的热播, 这对荧幕情侣的热度居高不下, 尤其是在剧情逐渐展开后, 观众们被两人高田的互动和精彩的演技深深吸引, 剧里剧外都在霸占各大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单, 这部剧也因此成为了年度现象级作品, 影视圈的评论家们对于王兴月和吴锦岩的评价也非常高。 不少人厚积薄发地表示, 两人的默契和真挚的表演为角色赋予了生命, 让人感同身受, 尤其是在某些情感戏份中, 王兴月和吴锦岩的细腻演技更是让无数观众泪奔, 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 为了回馈粉丝们的支持, 王兴月和吴锦岩还特意录制了一段小视频, 分享了拍摄中的趣事和暖心瞬间, 他们笑说,拍摄过程中最难的不是台词而是忍住笑场。 吴锦岩还透露, 有一次王兴月在一个重要镜头前因为太紧张, 结果一开口就说错了台词。 全场笑成一片, 随着视频的发布, 粉丝们不仅觉得心满意足, 还纷纷在评论区刷屏表达感谢, 你们太宠粉了, 这样的偶像值得拥有。 期待更多的幕后花絮, 真的超喜欢你们。 而在接下来的各大颁奖典礼上, 两人也将继续携手登台,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无论是单人奖项还是合作奖项, 都被广大观众所看好, 随着各类活动的增加, 他们的友谊和合作只会更加坚固, 期待两人能够继续创造更多的辉煌时刻。 最后, 借用粉丝们的热情祝福, 愿这对精彩的荧幕搭档永远甜甜蜜蜜, 距里距外都能幸福满满。 在未来的日子里, 让我们一同期待王兴月和吴锦言, 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在这对荧幕情侣热度持续的情况下。